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省電 可是絕對不是摸黑才叫省電 燈要開,設備要用 但要怎麼省呢 不管是電燈泡,冷氣,或者是水 都有省的方法,我來告訴你 半夜的時候,警惠會巡邏 所以我會請警衛 晚上的時候就順便把燈關了 這時候就可以省電 小省電,開關燈是一個技巧 目前你看到這樣的TD夠亮 它一天用了16顆燈泡,還不錯 但如果你今天換一個想法想 我們用間接照明來取代這個頂端的16顆燈泡 這樣子的亮度其實也是一樣 可是你現在算12345 只開了五個 其實線前照明就夠了 因為原本如果開這邊非常亮 當然是OK,但是它非常花錢 所以這時候呢,小檯燈就很好用 建設在設計TD的時候,不會注意到風向 但是呢,你在使用的時候,風向就很重要了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位置,那邊是東方 所以冬天非常的寒冷 冷風煞煞叫的時候,TD會感覺到非常的寒冷 我們要省暖氣費怎麼辦呢 這場門就把它關起來 本來那個監控器是放在這個位置 警衛們覺得這邊太燒燈了 於是在增設監視器的時候 我把它通通的移過去那邊了 移到外面去,就不會熱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DVR 就是監視器的主機 但是以後再也不會燒燈了 比較少人用的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用感應燈的方式來增加亮度 但是平常因為大家手不會隨手關燈 所以感應燈一亮,我就可以走下去了 等到我人離開的時候呢 它燈就關掉,這樣就可以省電 低碳補助的規定呢 就是一定要設腳踏車架 或是等等其他相關規定 然後它藉由這個評分來做補助 所以呢,我也在我們家做了新的腳踏車架 提供住戶抽奸使用 有些社區移動樓會有兩支電梯 但是他們為了省電,關掉一個電梯 這是不對的 因為呢,你只讓一支電梯帶動的話 耗損反而增加,會更耗錢喔 最常漏掉的就是這個緊急出口討生燈 可是你換了LED燈之後 其實漸漸的會省很多 其實電費要常常比較 因為呢,你沒有比較呢 才不知道說到底今天要換到哪裡去 所以我看去年的12月 我們這樣子這個表是5千5萬多塊 5萬多塊 這個表,欸?6萬多塊 所以省了1萬塊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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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